中共間諜無所不在 就連老大哥俄羅斯的地盤上也是毫無顧忌 近來有媒體爆料說 俄羅斯正是因為中共的間諜活動 而推遲了本應交付的S-400防空導彈給中共 S-400防空導彈是俄羅斯國土防空 第三代地對空導彈系統 據瞭解 這款防空導彈可用於從超低空到高空 近距離到超遠程的全空域 對抗密集多目標空襲 中國是第一個獲得S-400的國家 2014年 中共當局與俄國簽訂S-400防空飛彈採購合約 總金額達30億美元 第一批異於2018年獲交付 俄羅斯軍火出口負責人透露 由於疫情在中國肆虐 第二批合約可能會延後交貨 對於俄羅斯暫停交付導彈系統 中共媒體解讀為俄羅斯暖心不想給中國添麻煩 不過 有消息指出 俄羅斯正趕工製造S-400給印度 根據印度媒體Live Mint的報導 俄羅斯於2018年交付導彈發射車後 接下來卻遲遲沒有把後續的導彈交給中共 而印度在2018年才跟俄國簽訂S-400採購合約 比中共足足晚了4年 最快將在明年就能搶先獲得 報導說 是因為中共涉嫌買通俄羅斯專家 竊取其軍事機密 俄羅斯分而暫停交付S-400防空導彈 俄羅斯表面上跟北京稱兄道弟 但實際上對北京是相當防範的 反過來也是這樣 這種有共產基因的政權 很善於窩裡鬥 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的盟友 為了手中的權力可以出賣任何人 2016年 俄羅斯著名科學家 北極科學院院長米特科 在中國大連海事大學擔任科作獎師時 被中共吸收為間諜 藉由一年兩次往返中俄的機會 攜帶俄國國家機密交給中共 據報導 米特科涉嫌向中共提供 有關聲納和探測潛艇方法的資訊 米特科在今年2月以間諜活動形式的叛國罪被捕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 俄羅斯已感受到來自中共的威脅 長期以來 外界一直認為俄羅斯是中共的盟友 藍述表示 中共在所謂崛起的道路上 掠奪一切可能的資源 在中共眼裡 俄羅斯也就是一個資源 當然也會對中共不滿 分析認為 自從今年中印邊界爆發激烈流血衝突後 印度加快腳步整軍驚舞 印度國防部長辛格6月底的莫斯科之行 促使俄國答應提前交付大量武器彈藥 包括米格-29SMT和蘇-30SM戰鬥機 以及S-400導彈系統 一旦交付可迅速對中共構成極大的威脅 對普京來講呢 他希望達到的是一種地區平衡 中共在軍力上 現在上升多多邊的時候呢 普京就扶持一下 軍力相對較弱的印度 就有利達成這種平衡 德國把導彈交給印度更快 就是這個原因 藍述認為 中共推動的一帶一路 實際上是入侵了俄羅斯的後院 更阻礙普京推動歐亞經濟同盟的野心 評論認為 中共以金錢收買友情的方式 能否和俄羅斯建立長期的盟友關係 其實是要打一個大問號的 因為同樣是共產國家 關鍵時刻誰出賣誰都不會手軟